想饱到不老 老计六八疏肝 七八不肝胜 让你重回二十巅峰 想饱到不老 别再傻傻不慎 小心越补越虚 今天就来教大家分年龄段来调养 首先来说六八要疏肝 肝不好 胃老先倒 也就是说六八四十八这个年龄 我们体内的阳气会逐渐衰退 那血得寒则淋 阳气衰退 血也就会运行缓慢 很难输不到全身 这个年龄段的男性 上有老下有小 生活压力比较大 肝气多是郁结的 那肝气不畅也会加重 血液运行不畅 中筋失去肝血的滋养 就容易出现举而不肩 皮软无力的现象 这个时候调理叫注意疏肝了 然后来说七八不肝胜 皇帝内经中有男人 七八肝气衰 筋不能动 天窥结 筋少 行气阶级的说法 也就是说 男性到了56岁 肝气渐渐衰弱 筋失去了弹性 天贵衰竭 肾经减少 肾脏衰弱 身体表现出衰弱的状态 可见56岁的男性 已显露出了一个老人的样子 那要想要保持筋骨强健 精神说说 就需要注意 补益肝胜